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桌上在端着饭碗 然后把垃圾往下丢 那我们这个行为不是像猪窩一样吗 曾经有人形容过说 现代的所谓的工业发展 像猪窩文明 猪窩文化 就是说吃也在这里 喝也在这里 拉也在这里 啥也在这里 车拉傻都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把整个土地都破坏了 所以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本来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山坡不见了 小河变成亮亮的地方 那我们还在这里吃饭 这个完全是违背的文明 文明不是这样 文明之道之所尽对 如何去处理掉不对的东西 骯髒的东西 成本付出 所以呢 当时候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子 我记得当时 第一个概念叫做 Rose skilled barbarians 就说我们 skilled就是有技术的 但是我们不见得文明 还是野蛮人 还是吃饭拉傻 跟吃都在同一个地方 这不是野蛮人是什么 Rose skilled barbarians 记得这个字 第二个 让我想到龚崎俊的那个 神隐少女 为什么吃一直吃一直吃 到最后会变成猪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自觉的 我们就是不断的掠夺 不断的掠夺 然后再吃同样的食物 在掠夺这个环境 到最后就变成猪了 还有一个字 我也觉得非常棒 它是英文的 它叫Cultural Illiteracy Cultural就是文化的 Illiteracy就是文盲 都会是字 可是是文盲 每一个字都看懂的 我懂了你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 我们学法律人有时候完整的 法律训练完成之后 可能是法官 可能是律师 可能是总统 可是他却不遵守法制 他每一个字都懂 但是他不做 可是他的作为 跟不知道的人完全一样 可能他比他更糟 因为他完全知道巧门 所谓的巧门 对 我们称这个叫Cultural Illiteracy 文化的文盲 难怪韩国瑜会说 有三任台大法律序的总统 是台湾的悲哀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在 我们在讲说文化的文盲 然后我们在讲 Low-skilled barbarians 这个字对我来说 我从年轻时代在做 非常多的这种公共政策的 研究的工作 我非常小心 我一直在identify 我们今天碰到是一个 有技术的野蛮人吗 我们今天碰到一个 道貌岸然 衣冠楚楚的人 告诉我们一堆东西 他每一个字都说了 可是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遵守 那这就是文明的问题 就是这本书文明 今天介绍给大家 文明在说什么 文明不外乎科学 文明不外乎竞争 接受竞争以科学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文明 可以领导全世界 对 在最近以来的一两百年 就不会中间 杀出一个skilled barbarians 不会杀出一个满口仁义道德 讲了半天民主民主民主 结果做的都是相反相反相反 就是打的民主反民主 我称这种人叫做文化的文盲 他知道什么叫做民主的文化 可是他反而因为知道 知法犯法 知道什么是民主 就故意不做 然后还要跟你拗 说那是民主 所以这本书讲说 决定人类走向的六大重要的APP 他当然是这样形容 因为现在apps 你的手机的应用软件 第一个就是竞争 第一个就是竞争 他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所以竞争其实是 就是文明的开始 竞争会造成分裂吗 不会 就造成文明 因为你在竞争的过程里头 你知道什么地方你要踩油门 你知道什么地方你要踩煞车 今天你看到我们又回到赖清德 我们觉得赖清德在上周的提案 他知道哪个地方踩油门 哪个地方踩煞车 这个是赖清德 是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去检视2020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所以这个我们反过来看 从赖清德来看不同的主张的 我们这个背板的后面就是 反过来就是我们的蔡总统 他最近做了一件事情是不错 我还是也不吝惜去讲 六四的一些参与者 亲历者 他把他到总统府去排成一排 然后跟他们见面 那我觉得这个起码是过去的总统 没做过的事情 那这个是好事 可是我们希望 我希望蔡总统既然对六四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我也希望他开口说 我欢迎达赖喇嘛来台湾 达赖喇嘛在我所知道的 他 always ready 他随时都想要来台湾 但是他希望这个他要来台湾呢 是属于像蔡英文总统这样的人 要公开向世界说明 我欢迎他来台湾 他只要要来我们都欢迎他 请你说出这句话 他不希望形成他的负担 只要你认为有任何的挂碍负担 对一个这个修行 那如果他接见六四的人没有挂碍负担 为什么对达赖喇嘛会有挂碍负担呢 这不是 就是说如果 总统很喜欢达台派对不对 蔡英文总统喜欢吧 最近有这样的说法 最辣的就是请达赖喇嘛来 好不好 这是最辣的 那当然我认为邀请六四天安门清立哲 到总统府去一起 然后也亲切的交谈去关心 这都是很好的事 我认为这个事情做对了 这个总统你做对了这一件事情 可是请做更多 做更满 做好做满 而不要只做一部分 选择性 我要跟你讲的是 如果今天是赖清德的话 他一定会公开讲 我欢迎达赖喇嘛来 我们这样会不会有点狗废火车 真的吗 因为这个文明就是要讲竞争 那事实上 就是竞争 那今天你不觉得 他愿意接见六四天安门的人 是因为竞争开始了 被活灾器官这么严重 也请蔡总统说几句话吧 是吧 这个叫做辣台派 那这是因为竞争所产生的进步 好不好 但是很好 接见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 是一种辣台派的行为 不错 我们也可以肯定 可是还不够 不够 就是还有更直接 有效 我们期待了很多嘛 其实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权力的贵族 是 当权力的贵族 这个认为 他要走文明的逆向 他要逆向开车 他要往这个不竞争的方向去逆向开车 因为权力实在是太迷人了嘛 对不对 权力所可以掌握的 你掌握的党机器 你有机会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 这个是利益分章的一个 权力其实到这种程度就叫虎化了 是 这个已经古有名信嘛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虎化 可是当你藏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里面 谁记得那些中常委是什么名字呢 当你藏在民进党的中职委里面 谁记得那群中职委是什么名字呢 所以所有的这个债务 不管你是违反民主的 你是违反文明的行为 到最后都是党主席来承担 所以卓榮泰很紧张啊 卓榮泰很紧张的原因在这里啊 你们干的坏事我要承担 所以我一定要发表声明嘛 也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表示卓榮泰心中的那个良心 那个对于民主的 他不是文盲 然后他不是野蛮人的那个文明的心 在他心中花热花光 他就必须讲出那些话 所以我觉得卓榮泰那一天做得很对 我也很赞美 我觉得卓榮泰你在最困难的时代 接任了民党党主席 你今天所系的是民进党的存亡 我可以这么说 民进党有很多拿着刀子 要把民党砍成两半的 都在所不息的 你是负责要把大家捅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很辛苦 那当然那一天的这个星期三 这绝对是历史性的一个过程 再来的星期三 五月十九 五月十九 恐怕也是一个很不可测的一个状况 我当然希望啦 就是钟子伟回去好好想 因为希望这一次的表决 不要变成你的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次 因为这个表决 我相信到最后是要记名表决的 那记名表决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你投了什么票 你有没有违背整个这个党 创党的基础 有没有违背党魂 有没有违背党格 这个大家眼睛都在看 可是一般人会觉得说 反正台湾的民众呢 这个记忆的时间很短 集体记忆的时间很短 所以逃鬼心的鬼 就是熬个一两天 大概 大家也没有力气骂他了 会有别的事件出来 覆盖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 就敢于这个 什么都敢做了 这就是法西斯啊 这就是法西斯 这就不叫民主 民主就是自己 你跌的头上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天在看 所谓的天就是民主嘛 民主在看 大家都在看了 你做什么 这个行为 你自己要去衡量 对不对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 skill barbarian 你是不是一个 有技术的野蛮人 你是不是明知民主是什么 却假装文盲 就是变成了 我们讲那句说 装睡的人叫不行 你有没有装睡 你有没有叫不行 好 那这个我们都很苦口婆心了 那中子伟 这些人 你们自己好好想 因为这一次 我肯定一定是记民投票 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所以你自己要决定自己 不是要倾向赖清德 或是倾向蔡英文 不是 民进党的千秋万事 在你手上投的这一票 你决定了民进党的未来 那你如果决定说 可以这样乱改 民进党就是个乱党 就会变成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活在垃圾场里头 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换住事件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垃圾堆了 那民进党要知道 自己不要变垃圾堆 变成垃圾堆的现象 就是有实力的人都可以进来 对 进来了以后 我说今天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我有就是买通人 然后我有人头党员 当中子委来投票 如果是这样 那这个党还有价值吗 可以形成潮流的 寒流可以进来 然后这个有钱的 全台首富可以进来 是 所有人都可以进来 玩这个打击器 你不觉得一个 像韩国瑜这样的人 自己本身知道 明明知道他装税 他选上党主席 选上高雄市长以后 就应该好好去做这个高雄市长 怎么会起心动念想要选总统呢 怎么会这么不安分呢 你起码先把你的第一任做完嘛 再看你有没有能耐选总统嘛 可是今天这个垃圾场里头没有规则嘛 只要有民粹 不要有韩流 不要有所谓韩粉 就可以说我要选总统 只要他掌握党机器嘛 那就是等于是他用民粹去 夹持党机器嘛 那为什么党机器会被这样夹持 因为你过去就是干了这种事嘛 你这个政党就变成是一个没有规则 没有换围的垃圾场 可是杨大哥我们下一段进来 到底韩国瑜会不会是 国民党的疫情 他是啊 他本来就是 那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